122 聯合報 李開福 別怕大陸的狼聲市場 寫一次、二次、第三次就會成功 2015年7月26日兩岸A12特派陳妍喬北京報導 不要怕大陸的狼聲市場 寫一次、二次、第三次就會成功 創新工場創辦人李開福更一在北京勉勵來自台灣創客 創業失敗很正常 但這不叫失敗 叫經驗 只要抱著背水一戰的精神 廣大的市場就是你的 創新工場全天在北京舉行台灣網路創客年度座談分享 李開福說 台灣是一個小市場 小的狠頭痛 它不像以色列 新加坡 小到必須被必得走上全世界 但是 它是二千三百多萬人的市場 自己可以存活 賺少錢 中錢可以 但要賺大錢很難 李開福 舉出網路家庭的例子 Sherm 在台灣有影響力 但規模就幾億美元 這種企業在大陸很多 它很尊敬尖宏志 可惜機會吸了馬雲 Sherm 當年若能跟大陸合作 今天大陸電商情況就不一樣了 它說 走出台灣的小市場是很困難 親友聽到要去大陸創業 還會勸你 那邊都市郎 會被咬死 台灣有人說可去直谷 如果英文超好 喜歡高科技 它也支持 但從各種面向來看 最好的機會在大陸 有人疑問 到大陸失敗機率遠大於台灣 不過 困難的對立面是成功 一旦成功就是獨角獸 在台灣可以溫飽 但機會在大陸 它能成就很大公司 且大陸有事同民 同種 創業被打死了一次 二次沒關係 第三次就會成功 大陸本地創業者也嘗失敗 嚴格說 創業失敗 不叫失敗 叫經驗 有失敗才會成功 創業不會一步登天 一次成功 但要有決心和毅力 淘寶的成功 是把騙子周出來 打破大山和偏鄉的限制 透明化了 創黑就是利用網路打破限制 再與整合 而大陸目前仍有許多領域是落後的 這反而是一種機會 它說 大陸城市結構特殊 百萬級人口城市多 中產階級很多 彼此又住得近 花錢消費者住很近 就會讓勞動者有創業機會 大眾創業就可利用大陸的城市優勢 人口和市場優勢 快速的政策 再依靠網路產品的優勢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會有這種好的機會 三六歲的張幼 零六年就到大陸創業 他爭在台灣老美廣告工作一年 目前是點名時間的聯合創始人 他說 台灣年輕人太安逸 普遍有小確行的心態 大陸變化太快 以時不我遇 這四、五年來 台灣人已沒有優勢了 尤其一三年微信起來後 大陸整個網路市場發生重大變化 行動支付在手機上普遍運作 帶動整個大陸的網路電商發展 但大陸仍是個值得挑戰的市場 三七歲的國裔02年就到大陸 在家具公司當高管 多年後看到大陸正在轉型 網路興起 目前正與志同道合者準備上線成立發言社交入 巴倫更有共同社號的陌生人結合在一起 以獲得天使投資的五十萬美元的投資 巴倫、高雅高峰、移居、平昌、公司、間歷 零遍、東針、高零、亨遍、東針、都能傾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